所以到了晚清的时候 尽管我们的农业铲除的GDP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上的极端落后 一个小小的因果建队 就把我们中国的天朝秩序给摧毁了 各位今天要反省这个 你不要一天到晚义正词言的去骂侵略者 该不该骂 该骂 是吧 侵略者当该骂 但侵略者怎么打败你的中国 为什么你不沉痛的思考一下 他又不是千军万马拥来了 小小的部队 你就割地求和 中国人从来不自我反省 都伪过于人 像今天一样自己办的屁事不行 你看所有主流媒体马上就说 主要是外来势力 外来势力 你做得好吗 你做得好 外来势力肯定进不来 你做得不好 我们有句俗话就说得很对 这也是文化上的说法 苍蝇不定无缝离蛋 但有缝外来势力才进得来 所以才从晚清以来到现在 我们立了三个政治体 我们都还没有梳理自我反省的意思 跟晚民一样 证明我们的思想活力之匮乏 自我反省能力程度之低 一整个民族智商受到的负面影响之大 好